它是Alfa Romeo的第一款电气化车型 也是Alfa Romeo家族国内迎来的第三款车型 同时有可能是Alfa Romeo的最后一款燃油车型 一辆紧凑型SUV Tonali 和Stavio一样 Tonali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其实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山脉的名称 Tonali翻译成中文是 Ponali 哇 好难听啊 还是意大利语吧 Tonali 前一段时间啊 我刚刚试过了中期改款之后的 智利和Stavio 可以说啊 一辆车在中期改款的时候 没有将外观进行大的改动 而是对它的设计进行了传承和延续 我想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因为它之前的设计足够经典 Tonali 可能是Alfa Romeo的最后一款燃油车型了 自然要把传承和延续封印起来 所以如果你要足够了解爱快这个品牌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在Tonali的身上 它的设计元素当中 有很多经典车型的影子 我们可以看到啊 Tonali的前脸用到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和智利眼Stavio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呢 它的前大灯LED灯组 三个U型的设计呢 和中期改款之后的 朱利眼和Stavio是一致的 再配合上它倒三角的前进行格山设计 这个设计是我当时选朱利眼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前LED大灯和它的倒三角 连接在一起的设计呢 也是致敬了它非常经典的一些车型 同时呢 这样的连接设计啊 形成了一个弧线 并且一直延伸到车侧 这样会让我们在车身侧面 看到车头的时候呢 是有向前的补充感的 这样鲨鱼鼻的设计呢 也是致敬了它经典的车型 车身侧面这条腰线 也有一定年头了 它就是Alfa Romeo品牌 著名的GT Line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腰线呢 把整个车身的侧面 视觉效果上一分为二 让它在侧面看起来的比例 更加斜高 这条腰线呢 它还有一个弧面的设计 会让整个车身侧面 看起来更加的有肌肉感和线条感 这条线在1952年就在身后 这个经典的五幅花瓣轮毂 动起来之后呢 可以说是极具意大利的 浪漫主义色彩的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Tonali的这个五幅花瓣轮毂 它是经过了改良 并且呢 还增加了很多复古的元素 而且呢 用到了一个扁平化感觉的设计 这个看起来像不像是 我们小时候看到 那个复古电话的拨号键盘一样 其实一辆紧凑型的SUV 能够加持一个20寸的轮毂 在视觉效果和运动性上 真的是拉到很大 后尾灯和前大灯的细节设计呢 可以说是焦香辉映 并且呢 它还用到了近几年 非常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但是这个啊 可不是为了追赶潮流 这个依然是最经典的指定 看起来啊 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但是中间呢 还有一个logo显示 所以说在夜晚看起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两边展开的 这样啊 会让这辆车在尾部看起来 非常有辨识度 同时呢 它的高位刹车灯 和它整个车身一个配合 整体的尾部看起来呢 也是非常饱满的 当然了 除了logo的视觉中心之外呢 还有Tonali的车型名称 我个人啊 是非常喜欢 它后尾窗的这个尖尖的设计的 我们可以情不自禁地 把视觉中心聚集 在刚才说到的logo 和它的车型名称上 它的这个尖尖的尾窗设计啊 也是对它经典车型的致敬 可以说啊 它是把自己品牌当中 经典车型的很多经典元素 毫无违和感地运用到了 全新的车型上 可以达到浑然天成的效果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祖传设计的钥匙 终于拿到手了 咱们一起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也是我第一次 看它的内部是什么样 坐进车内之后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又不完全一样 和我的Julie啊 是有一点点相似的 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设计造型呢 其实大差不差 不过呢 它在一些细节上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 它用到了更多的物理按键 而且物理按键集成了一排 它的这个屏幕呢 触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灵敏度呢 一定是比我的那个 最新版本的Julie都要高的 那么我们再看到 它中间扶手的这个位置 上面呢 会有一个意大利的国旗 而且呢 用到了非常多的物理按键啊 不知道在现在的这种 非常喜欢用智能化 和无物理按键的 这种设计的氛围当中呢 还能有这样一辆车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 不知道大家对于车内的按键 是喜欢触屏来进行操作 或者语音控制来进行操作的呢 还是更喜欢 一触击达的物理按键呢 不过呢 我们也能看到啊 它在与时俱进的变化 比如说 它在前面的出屋格里面 设置了一个无线充电 这个呢 也是比较一触击达的 你上车的时候 把手机放在里面就OK了 同时呢 它的充电的连接接口呢 是有Type-C和USB可以选择的 而且还有一个直2V的点烟器 这些设计呢 还是相对来说啊 比较与时俱进的了 可以看到它的座椅呢 也是有这个两边的特意 可以进行一个支撑的 很明显啊 它应该是为了它车型的一个运动化 而加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型的座椅 当然了 看到内饰呢 不得不说 它确实没有外观两元 而且加持的元素呢 也没有外观那么多 在国内的紧凑型SUV当中啊 从燃油到混动 再到新能源车型啊 可以说是各种品牌 各种车型都是层出不穷的 从数据上和价格上来看啊 这辆车基本上对标的就是BMW宝马的X1 奥迪的Q3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车型 那么横向的看一下数据的对比啊 我们会发现 其实图纳里在数据上是没有绝对的优势的 不过呢 这也不是阿尔法罗明欧很擅长的一个地方 也没有人要求它擅长 好了 那既然说到了尺寸和空间 老生长谈的话题 身高176 腿长110厘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排空间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啊 我坐在后排之后啊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 其实它的乘坐空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小 可能我觉得它期望值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对于量级凑型SUV来说 我觉得坐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啊 不过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呢 应该是有比它更大 并且空间利用率更高的车型 但是呢 我想啊 选择阿尔法罗明欧品牌系列车型的人 应该都和我的想法一样 其实并不太追求它的空间使用感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智能化的细节控来说啊 后排又不是很友好了 因为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真的是太简洁了 它只有一个风速的调解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增加了Type-C和USB接口的 不过今天非常遗憾啊 我们有办法在道路上去试驾一下这款团哪里 它开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 还会不会有它意大利纯正的赛道基因 和意大利车型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啊 不过呢 在网上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外的媒体和国内的一些 已经拿到这款车型可以试驾的媒体呢 也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测试 但是呢 看别人呢 终归是看别人的 自己呢 还是想亲身去体验一下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希望能够去试驾到这款车 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它 动力配置 以及整个地盘调教和操控性上的感受 很多人啊 会质疑 团哪里呢 是基于吉普指南者的平台大刀 它开起来会不会有吉普的驾驶质感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活动车型可以选择 而且呢 在数据上呢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强眼 会不会像是阿法罗密欧本身的驾驶性能呢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都要在试驾之后呢 才能给大家一个答案 好了 我们就期待它正式的上市 同时呢 期待它的市价吧 而且这款全新的团哪里小地呢 已经开启了 并且呢 会在9月21号公布正式的售价 欢迎大家期待一下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击评论加转发 同时呢 一键三连 下期再见 拜拜